大家好,我是Katisys 棒击最近发布了关于DLC Warmind的一些信息 看起来和冥王的诅咒那时差不多 内容质量还是等到开放之后再说 面对棒击新闻继续上昼的节奏 介绍第三赛级异域武器的大师升级和技能修改 以及异域武器的强化 首先是大师异域武器 与传奇武器以及防具的大师不同 异域武器的大师过程相对较为复杂 玩家首先需要对应异域武器的大师水晶 在异域武器的详细界面中将会多出一个栏位 栏位内容会告知玩家大师水晶的获取途径 大师水晶的获取途径并不单一 有的是达成一定量的活动可以获得 有的是随机获取 有些像异域武器任务 获取大师水晶后 异域武器就有了大师武器的基础特性 超杀后获得光球和击杀术统计 这是传奇大师武器的固有特性 之后就开始异域大师武器的第二步 在原本大师武器重铸栏位会显示完成条件 有的是简单击杀任务 有的是多个连续任务 很像是以前的Bounty 但是这些异域武器的Bounty内容并不是随机产生 也不尽相同 难度也要看棒机的心情了 估计一些强力武器会有复杂的任务设定 说不定阿维克斯传说的大师任务就是各种力威坛挑战 不过我估计最麻烦的就是特定伤害的PVP击杀 就如同一代的荆棘任务 也算是给玩家更多消磨时间的空间 三面是异域大师武器的一些备注 异域大师武器每个账号只需完成一次 在异域大师武器制作过程中 如果获得重复异域武器 将继承大师完成进度 异域大师武器将不会占据任何素材背包空间 第三赛季开始时 并不是全部异域武器都可以变成大师武器 看不到大师水晶扩展栏位的武器将无法获得水晶 最后一个是异域大师的获取方式由玩家自行发掘 关于异域武器的强化调整 首先是牵引气火炮 这把散弹枪之前一直是娱乐性武器 主要用于PVP中推人 这次的调整是被命中的目标受到沉没效果 狂爱使用技能并且可以中断Super 这一点在PVP中对开了Super的玩家可以很好的反制 我觉得就这个射程估计还没开枪就被打死了 最重要的是被命中目标会受到更高的虚空伤害 任何来源的虚空伤害都有效 这个debuff持续10秒 看了视频演示感觉增伤还是可观的 只是PVE中大多数boss在玩家近身后都会踩地板 第二把武器是Hardlight 这把武器的改变不大 主要是反弹的子弹在命中目标后可以打出双倍伤害 让玩家多去研究几何学 另外就是在患弹的时候循环切换武器属性 最后是北极光 北极光的效果是在用对应属性破盾后 患弹前所打出的伤害都是双倍伤害 而在PVP中如果用对应属性击杀开Super的玩家 一样是在患弹或者死亡前能打出双倍伤害 就是打身体一枪即可击杀玩家 但是要杀死开Super的玩家还是要看技术了 最后是PVP积分 说真的不是很感兴趣 看了下也就是个人积分和天地积分需要的点数和重置时间什么的 还有什么特殊奖励 对应模式 以及一些对我来说无所谓的备注 总之我就直接贴在视频上了 关于新的DLC 棒机在之前的直播上已经能看到地图和Strike的一些信息 关于新的EU武器装备也有不少是一代继续沿用 甚至外观都没有做什么变化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直接对照一代数据库了解大概的效果 下周的棒机新闻估计是PatchNet的简单版 然后下周也有铁锡可以打 如果想要找回手感 可以考虑上线打几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